HIGH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東京的NAN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上一集跟大家介紹了 禮拜一禮拜二午餐跟晚餐的菜單 還沒有看過人可以去上面這邊點連結 今天就要接著跟大家介紹 禮拜三到禮拜五的午餐跟晚餐喔 一樣是藉由我們的上班族神器 SHARP的無水鍋來調理超級無極簡單 我們哪上來看下去 禮拜三的一早我先取出兩片雞肉 用叉子在上面稍微搓動 接著我們把糖輕輕的抹上一層 這樣子可以保住雞肉的水分 接著再輕輕的抹上一層鹽巴 幫雞肉稍微麻煞一下 這樣我們的下處理就完成囉 放進冰箱 建議至少冷藏一個小時以上喔 接近中午我再把它拿出來 加上三大匙的料理酒 就可以放進萬能鍋裡囉 選擇手動模式裡面的煮物 不用攪拌 然後設定11分鐘就可以了 萬能鍋的鍋子加熱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設定時間加上15分鐘 大概就是料理的完成時間 中午的菜單是小黃瓜拌雞絲 所以我們先來稍微處理一下小黃瓜 把它切成條狀 綠色的食物在夏天看起來特別的有胃口 你們覺得是嗎 旁邊這個就是我們完成的雞肉喔 把它拿出來 然後把它撕成一絲一絲一絲的狀態 把小黃瓜跟雞肉拌均勻 我們的主菜就完成囉 剩餘的另一片雞肉 我們放進冰箱晚上做另外一道菜 從冰箱拿出彩椒以及流棒裝盤後 我們的禮拜三午餐就完成囉 完全不用開火 超級無敵適合夏天的一道菜 晚上來做食俗炒雞肉 就是把冰箱有的青菜切丁切塊丟進去 換人鍋就可以了 超級無敵簡單的一道料理 早上用檸檬諾模式煮的雞肉 是超級無敵多汁 裡面超多雞汁的 冷凍庫裡剛好有肉丸子也丟進去 剩一點點的彩椒放進去 青椒也切一點點 調味的部分 放上一大匙的米酒 三大匙的醬油 以及一大匙的中華雞汁料理粉末 最後加上一點鹽跟胡椒 放進萬人鍋裡面 我選擇的是內定的八寶菜模式 20分鐘後就出爐了 超級無敵香的 這個丸子也是超級無敵好吃 這一道菜雖然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我真心的推薦大家可以煮來看看 加上之前做的臘味豆芽菜 中華一番的晚餐就完成囉 這就是我們禮拜三的晚餐 日本進入沒雨季 所以今天一直下雨天氣看起來灰灰的 今天中午要來做小松菜炒豬肉片 這個也是無敵的簡單 我們先把梗放在最下層中間鋪上豬肉片 最上層再放到小松菜的葉子就可以囉 放入冰箱 接近中午我們加入兩大匙的塩鴨汁 和一大匙的醬油就可以放進萬能鍋裡面了 我選擇的是手動炒煮的模式 然後定時 5分鐘就可以囉 料理大概20分鐘後會完成 同時我來做一個簡單的豆皮料理 把日本的豆皮對半剪開放進去氣炸鍋 180度炸4分鐘就可以囉 小松菜炒豬肉片完成後 我們就來裝盤 非常的簡單啊 香噴噴啊 沒吃了 傻笑 蓋子好難開的油醬花椰菜 終於打開了 把它擺上去 然後為了顏色好看 我又加上了紅色的小番茄 然後把剛剛炸好的豆皮放出來 放上綠色的水菜 澆上一點點醬油 我們的午餐就完成囉 非常的豐富 晚餐要來做鹹蛋苦瓜 鮪魚 日本的苦瓜都是這一種綠色的喔 我沒有看過白色的 不過日本綠色苦瓜 其實跟台灣比起來非常的不苦 所以我在夏天非常喜歡吃 這一種綠色的苦瓜 把苦瓜去紙切成半月形狀就可以囉 鹹蛋的蛋黃的部分 被我拿去做其他甜點了 所以只剩下蛋白 我們把蛋白放進去 加上一大匙的醬油 以及一大匙的料理酒 最後放上我們的鮪魚罐頭 就大功告成了 非常的簡單 放進萬能鍋 選擇手動的炒煮模式 定時五分鐘 大概15分鐘後 我們的料理就完成了 放上一點點水菜 以及我們禮拜二就已經做好的棒棒腿 還記得嗎 你記得的話 記得去看上一支影片喔 接著幫我們的苦瓜鹹蛋鮪魚 盛盤 再放上鮮豔的小番茄就完成了 終於來到禮拜五了 今天做個小豪華的鮭魚料理 我們先把鮭魚切的一口大小 放進萬能鍋裡面 接著放入一大匙的料理酒 再加一大匙的桶子 少許的鹽胡椒 取一顆洋蔥 用百磷的料理棒把它切碎 手切也可以啦 不過我用百磷的話 一秒鐘就可以解決 然後取一半的洋蔥末 放進去料理鍋裡面 加上一大匙的醬油 然後一大匙的味醂 稍微攪拌一下 我們就放進冰箱囉 剩下來的洋蔥末 我們取另外一個容器 把它裝起來 加上兩大匙的風汁 攪拌均勻放進冰箱 冰鎮後 它就是百搭的調味品哦 接近中午 拿出我們早上準備好的鮭魚 放進萬能鍋裡面 選擇手動模式的 NEMONO定時 8分鐘 約20分鐘後 我們的料理就完成了 超級無敵香 我們來裝盤 SHOP萬能鍋 最厲害的就是 不管你怎麼煮都不會失敗哦 這一道也超好吃 然後加上一些綠色的蔥末 裝飾一下 把我們所剩無幾的 油醬花椰菜擺上來 全部都只剩下梗而已 呵呵呵呵 勤儉持家 一丁點都不能浪費 然後最後擺上我們 昨天剩下來的苦瓜 鹹蛋 鮪魚 加上一些些的黑芝麻 我們就完成了 禮拜五的午餐 豐盛 晚上來煮 我覺得SHOP萬能鍋裡面 內建最好吃的麻辣茄子 我們先把茄子對切 再切四整份 放進萬能鍋裡面 紅蘿蔔去皮 然後把它切小段 拿出一把蔥 我們只用蔥白的部分 把蔥白切斷下來 放進萬能鍋裡 最後我們只要再加上 薑末跟蒜末 切的時候有一點麻煩 但就是努力啦 我們薑末切好了 然後蒜末也是個 老人的小傢伙啊 也是這樣切切切 我們蒜末也完成囉 放進調理鍋裡面 攪拌一下 然後放上豬肉片 雞肉片 什麼片都可以 調味的部分 加上兩小匙的豆瓣醬 以及中華料理粉末一小匙 蠔油一小匙 最後加上我們的醬油一小匙 選擇內建的麻婆茄子 大概20分鐘後餐點會完成 在那之前 我們快手再來做一道簡單的料理 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金針菇 放進去氣炸鍋 用油稍微噴一下 160度炸4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的麻辣茄子完成了 然後我們來裝盤 這個香噴噴超好吃的哦 中華一番的味道 然後我們把氣炸鍋裡面的 金針菇也拿出來擺盤 撒上一些鹽跟胡椒 它就是非常美味 我們切了一些小黃瓜來做裝飾 把我們中午做好的 洋蔥末點綴的擺上去 我們的禮拜五晚餐就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來色香味俱全呢 藉由這兩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我平日是怎麼樣準備 午餐跟晚餐的 希望大家喜歡 防疫期間大家都辛苦了 在家的時間變長了 不妨拿一些時間來訓練一下自己的廚藝哦 大家都可以變成小廚娘小廚神 那我們下一集見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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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